平凡不仅是一种观念 也是可以用于理解社会的指方针 那么这个地方就是什么 把平凡要上升为一种哲学的观念 你不是自己要讲日常生活吗 那么你说明日常生活 你要把这个本质和非本质东西区分开来什么呢 平凡本身就是一个概念 因为这个日常生活 它把所有的这样一个 以前的这个抽象理性和现象世界的结构 把它摧毁了 这种立体的这个技术性的结构摧毁了 把所有的社会什么 拉到了一个平面 拉到一个平面 在这个平面上就是它所说的 包括物质的生产 包括这个语言文化 精神文化的一个总体 那么它是一个总体的话 它都在这个日常生活的这样一个层面上 所有的东西都拉到这个日常生活的层面上 这个层面什么 它表现为一种很平凡 所以你本身哲学家 你要对日常生活 做一个哲学思考的话 你就要把平凡本身作为一个观念来进行思考 平凡的作为一种观念是进行思考 所以这样一种平凡的 他说不仅是一种观念 也是可以用于理解社会的指导方针 我们要对平凡做出一个说明来 平凡做出一个说明来 所以这是他讲的 这是通过一个概念来进行 就是说是不是实现了一个概念 观念的一个转换 我们说一个哲学它的发展 一个时代的这样一个变革 就包括什么 它的很多一些观念的这样一个变化 观念的变化 所以它它呈现了这样一个观念变化 那么他说 这是通过将平凡放到普遍之中 及值于国家技术 技术性细则文化和文化中 极尽的东西之中而完成的 你对平凡的哲学思考是什么 平凡的哲学思考要放到国家技术 也就是说揭示平凡的普遍性 哲学是揭示普遍的东西是吧 平凡它作为一种理性 渗透到各个领域里面 渗透到各个领域里面 呈现出一种普遍性 成为什么 成为这个社会的结构 成为这个社会的一种理性结构 所以你哲学就要什么 要讲平凡的时候 要揭示平凡的时候 就要把平凡放到普遍之中 放到这个国家技术 技术性细则文化 这样一个过程当中完成 因为你是一个 他说了整个社会什么 它是一个生产政治各种文化的 这样一个总体 所以你要把平凡揭示这个平凡 我们这个社会如果和以前社会不同 它是以平凡为特征的话 你就要说明这个平凡它作为一种普遍性 它的理性结构是什么 理性结构是什么 所以他就要对这样一个问题 作出一个说明来 作出说明来 也就是说了 日常生活已经成了现代社会本质的东西 而它的这个本质是什么 就是以本质平凡来呈现现现代化 你这个现代性是什么 我们讲现代性是什么 现代性的社会是什么 现代性 现代性的社会 它的本质就是平凡 就是平凡 你没有什么这个 很这个 就是说一个很伟大的 一个个人的这样一个创造 它就是以平凡成现算 所以要把日常生活提升为 批判哲学的形而上概念 就必须把日常生活的平凡 当做现代社会的一种生活样式 和能的一种存在方式 就是要把平凡 作为现代社会的一种生活样式 和能的存在方式 当做现代性的反面 以及我们时代的精神来加以散词 加以散词 那么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呢 所以的联斐福尔对在这个意义上 给日常生活下了一个定义 给日常生活下了一个定义 他说日常生活不是一种已经被遗弃的实控的中火 也不是一个清空了个体自由理性和自谋的领域 它不再是人类遭受苦难和表现英雄主义的地方 不再是人的生活场所 它不再是一个共理性开发的社会的殖民地 因为它不是这样的领域 前今为止理性的开发 并没有人在这个领域有效的建立确的精确的方法 日常生活已经变成了一个思考的对象 是一个有组织的场所 一个有组织场所 它自主的编制起来的 它是自主的编制起来的自我调节的时空 因为它一旦恰当的被组织起来 它就能够形成一个封闭圈 生产消费生产 在这个封闭圈中需求应是受这个组织引导而可预见 欲望能够探求 这种方法取代了竞争时代那种自发的自我调节 这样日常生活必须很快变成一个完整无缺的系统 这个系统被其他那些追求体系化的思想 和追求结构化活动的系统所遮蔽 因此它也成为那种所谓控制着消费 和确定现代性的有组织的社会的主要产品 那么我们看一看 这样一个定义 这样一个定义 它强调的是什么 就是反对 就是它的中性意识就是什么 反对把日常生活 作为整个社会生活的附属品排除在这个思维之外 而是要强调什么 要强调日常生活 它作为一种主导现代的社会组织和结构 而成为这个哲学的对象 那也就是强调它是一种什么 这个能不能现代的这样一个思维对象 那么它认识了这个思维对象的什么特点 我们可以看一看 它说我们反过来可以分析一下 一句句的分析 它说日常生活不是一个已经被遗弃的时空的综合 也不是一个清空了个体自由理性和谋制的领域 这个是针对什么 它不是什么 就是说不是一个清空了个人自由理性 它说不是一个 因为这个个体自由理性和谋制是什么 是一个思维的领域 是一个哲学所要探讨的领域 是吧 就是它已经不是一个被遗弃的 也不是一个被清空的 就是说就在这个领域里面 人的个体的自由理智谋制 所有都在这个领域里面 所以什么 就是说你哲学不能把这个领域 忽视这样一个领域 忽视这个领域 它就是我们现在哲学所研究的领域 然后它就说 它不再是人类遭受苦难和表现英雄的地方 指的是什么 以前的哲学 以前的哲学强调的是什么呢 强调的是什么 强调的是 鲁玛哲学强调什么 是英雄 是个体 一个大的哲学家的创造 然后表现出的英雄主义 它说在这个地方 它都没有 表现了这个地方 所呈现出来的新的特点 就是说以前的那种哲学 那种英雄的哲学 那种强调创造英雄的哲学 在这个里面 已经就说这种哲学形态 对现在的这样一个社会 已经不能说明了 已经不能说明了 我们要采取其他的方式 所以它不再是人的生活场所 就是生活场所是什么 生活场所是排除于这个资本之外的 劳动之外的这样一个场所 他说不再是场所 它不再是一个共理性开发的社会殖民地 因为它不是这样一个地域 共这个理性开发的殖民地 是一个什么被掠夺的这样一个殖民地 而不是说它能够 算是一个附属的 没有占到主导地位的 他说因为它现在不是这样一个领域 前进为止 理性开发并没有在这个领域里面 有效地建立确切的方法 就是说哲学至今为止 还没有真正建立日常生活的形而上学 以前的哲学都是什么 把它作为一个带开发的一个殖民地 而没有真正走进这个殖民地 没有真正去建立它的这样一个哲学 以前的哲学是什么 它都是被它荒废的 被遗弃的这样一个时空 就是这个地方是没有哲学 没有进入的 那么所以他说日常生活已经变成了一个思考的对象 思考的对象是一个有组织的场所 那么前面的都是讲的 以前的哲学都没有进入日常生活 都没有进入日常生活 没有把日常生活作为一个研究的对象 没有作为它构建形而上学的这样一个场所 就是说哲学没有走进日常生活 那么日常生活 他说到现在已经成了什么 一个思考的对象 一个有组织的场所 一个有组织常说什么呢 他说它是自主的编织起来的 自我调节的时空 它是一个独立的体系 是人们生活的这样一个世界 人们不再是可以在抽象的理性世界里面生活 所有的生活都是在这个日常生活 都是在日常生活 所以日常生活本身就是一个自我调节的这样一个时空 就是它本身就是一个组织系统 它本身就是一个系统 它说因为它一旦恰当地被组织起来 就形成了一个封闭圈 那这个封闭圈是什么呢 就是说整个现代人们的生活 就是在这样一个封闭圈里面 也就是生产消费和生活 在这个里面消费 消费不是能不能可以随心所欲 消费是生产的一个环节 你们可以看到是吧 消费是生产的一个环节 它本身就是生产的 它本身就是生产的 所以它在这样一个 它说在这一个封闭圈里面 需求应是受这个组织引导而可以预见的 这样我们可以看到 就是说你在这个生产当中 你的消费是什么 你这个消费是什么 所有的生产消费都是受到这个需求 就是需求啊 人的需求都是在这个封闭圈里面 都是在这个封闭圈里面被组织起来的 你的生产是被需要的 你的这个消费啊 也是有需要引导的 它可以通过各种方式 比方说广告什么 引导你的需要 把你的这个需要它是什么 需要是被引导的 有组织的被引导的 本来你这个需要 你说在这个之前的现代社会啊 我的需要是什么 根据我自身的 我有钱就消费 我没钱就无消费 是吧 或者说我自身根据我的状况里面 来自己规划消费 但是这个时候的这个消费是什么 这个需求是什么 需求是被组织引导的 你本来你不需要这个东西 但是这个广告社会啊 它会引导你的这个需求的发展 把你往那个上面去引 所以你的需求啊 也是被组织起来的 也是一个非异化的 需求是你生活的一部分 为什么要探讨需要的问题 他说我们这可以理解啊 就是他定义的前面 如果我们把后面的定义理解 我们知道前面他为什么在定义的时候 他就说马克思的实践概念有两重 一种是感性 还有一个核心概念是什么 是需要 是需要 为什么讲需要呢 他讲三个层次 你需要可以是被引导的 需要也可以是自我创造的 是吧 也是自我创造 我们就说你把他这个后面看来 你就可以理解他前面 为什么要这样定义 他这个范畴是怎么改造过来的 改造过来 他如果那个不改造 他这个东西进入不了 所以在这个地方他说 在这个封闭圈里面呢 需求是因受这个组织引导而可以预见的 你的需求以后往哪个方向走 它是可以被社会 因为你是受社会引导的 他不是说需要是社会 甚至是多种复杂的吗 那么这个东西啊 所有都是组织起来的 它可以发动你的需求 发动你的需求 然后你没有这个需求 它让你有这个需求 而且你必须得要有这个需求 你要显示自己啊 我要存在 在这个社会上 我要活着地位身份 那么我就必须要有这样一些东西 所以它是一种可以组织起来 而可以预见 它是欲望的是能得到探求的 都是因为它什么 它是变成了一个编织起来 一个很精细的这样一个 自我调节的时空 它需要这个东西 所以它说这样的 日常生活必须很快的 变成一个完整无缺的系统 所以它就成了一个系统 那么这个系统呢 被其他那些追求体系化的思想 和追求结构化活动的系统所遮蔽 这样一个系统啊 就是在人们里面啊 整个这个社会 隐蔽在这样一个 后面的 它说被其他的那些 追求体系化思想和追求结构 是吗 被你其他的 被一些哲学啊 和其他的这样一个思想啊 是没有看到的 没有看到的 人们没有看到这样一个结构 它说因此呢 它也成为所谓那个 控制者消费和确定性 现代性 有组织社会的主要产品 所以这个也就是说 你在这样一个生产消费 生产的结构圈里面呢 你要它不是说嘛 要区分这样一个 本质的东西和现象的东西 所以你不能光看到 我的表面上的这样一个需求 和它的这个结构化的活动啊 和思想体系 而应该看到 你所有的思想体系 体系化的思想 和你追求结构化的活动的 这个所有的系统 都是受到这个组织操控的 有组织的调控操控的 而你日常生活的哲学 不在于研究这样一些 体系化的思想 不在于你追求 这种结构化的活动体系 而是要把这些 就是说能够支配 这种思想化体系的创造 能够追求这个结构化 活动体系的这样一个 背后的这样一个 有组织的这种结构 把它揭示出来 把它揭示出来 这就是日常生活的 这样一个 哲学所需要研究的 这样一个对象 所以他说 因此呢 他也成为所谓控制着 消费和确定 现代性的 有组织社会的主要产品 主要产品 所以这就是讲的 这个日常生活 他在这个地方 已经把这样一些 表面的东西 和他的本质的东西 现象东西 着了一个区分 也就是说 我们研究日常生活 要建立日常生活哲学 也就是说 要揭示的是一种什么样的东西 要揭示什么东西 在日常生活当中 我们面对的现象当中 我们依然可以把它的现象和本质 把它区分开来 这样呢 就和我们以前的 那样一个 现代化的社会的结构 是不同的 如果现代化的结构 现代化的社会的结构 是一个理性的 把生活世界 日常生活把它排出掉的 那么你现在那个社会 就是说你原来的这种 立体的这样一个社会 一个技术化的社会 已经完全不存在了 那么它现在转向什么 一个技术和文化交织在一起 生产和消费 生产构成一个 构成了一个封闭圈的 这样一个社会 它所谓封闭圈是什么 就是说你只能在这个 这样一个整个的 就是说消费是生产的一个环节 所谓封闭圈是什么 不是说消费在生产之外 以前是什么 生产在消费之外 或者说消费在生产之外 消费是我个人的行为 生产是有组织的行为 是吧 生产是有组织的行为 它一定是组织起来 是社会的主导方面 而消费是我个人的行为 那么现在什么 消费也成了这个 整个生产当中的环节 也是被组织起来的 生产是被组织起来 消费也被组织起来 而且从生产到消费到生产的 这样一个各个环节 都是被组织起来的 这就是我们现在的一个 现代性社会的一个特点 一个结构性的变化 也就是我们这个社会的结构 和先前的社会结构 是完全不同的 是完全不同的 是另外一种社会结构 所以它就要对这样一个结构 进行分析 进行分析 那么这样一个定义当中 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可以看到 它就要联究什么 一个与现代性相关联的 这样一种哲学 所以我们 这就是我们前面所讲的 为什么它讲的 现代性和现代性批判 究竟是一个什么意思 如果我们走进它 对这个日常生活的 这样一个定义和分析 我们就可以看到 就清晰地可以看到 就说他们讲的 现代性和现代性批判 是对我们现成社会的 一个批判 是一个和工业化的 这样一个时期 工业化社会不同的社会 有人把它称之为 后工业社会 或者称之为消费社会 但是这样一个社会 的确是和工业化时期 马克思那个时代 所表现的那样一个时代 那种工业化时代 现代化是完全不同的 所以我们说现代化和现代性 不仅仅是一个 理性思维结构的关系 不是一个现象和本质 思维的关系 而是一个什么 两种不同的社会形态 两种不同的社会形态 就是说它是不同的 表现了这个 整个资本主义发展 它的不同的这样一个阶段 不同的一个阶段 那么在这个阶段上 所以从这样一个 对这个日常生活的出发 所以人们要去把握这个社会 把握它的一般性质 就要从人的生成的高度 去揭示它的这个 日常生活的理性 揭示日常生活的 这样一个形而上的意义 所以他认为 哲学只有一旦这样做了 但哲学一旦进入了 这样一个日常生活 去面对现代一个 控制着消费和确定理性的 有组织社会的 这样一个产品的时候 去看待它的时候 那么这个时候 他说哲学就会超越 传统的哲学理性思维 而创造一种新的哲学 思维框架 所以这就是什么 是把握现代人的 认识和活动的一个策略 所以他认为 这是哲学 现在的这样一个目标 那么正是在这个意义上 他散发了日常生活的一般意义 散发了日常生活的一般意义 确定了自己的这个建构 日常生活的这样一个理论 那么在这样一个建构当中 他首先作为哲学来说 哲学他认为建构新的 这个日常生活理性的 这样一个哲学 他在伴袖上出现什么变化 他认为和竞争资本主义时代的 人们活动相比 日常生活有三个特点 他说日常生活 他具有三个特点 就是说作为他的有组织的 他是怎么被组织起来 我们不是说吗 他要把这个现象的东西 作为这个社会现象的东西 和他的这样一个本质的东西 区分开来 那么作为这个社会 就是说作为这个社会的生活样式 和作为马克思那个时代的 就是说竞争资本主义时代的 生活样式有什么不同 这个时候生活样式有什么不同 他认为有三个特点 他的第一个特点呢 他用的是一个重现这个概念 重现这个概念 他就说呢 这个时候啊 日常生活是由重现构成的 这个重现是什么呢 就是说他包括劳动和休闲的知识 就是说人们的劳动和休闲的知识 他是不断重复的 能和专业化的技工的这样一个机械运动 机械运动 小时天星期月年 就是说他是一种什么 线性的循环挽伏 是一种线性的循环挽伏 是自然的和理性的时间等等等等 这也就是说什么呢 他说重现了就包括什么 历史社会个体和自然宇宙的变化 或者说他们是一种时间性的存在 我是不断的以这个时间 近代哲学什么 以空间啊 以空间来构造的这个虚空 那么他抢了呢 他说他是以一种时间性的存在 所以人们要建构日常生活的哲学理性 就必须要面对这些重现 要揭示这些重现 就是隐藏在这些重现后面的 想象记忆和认识的原理 和认识的原理 那么在这个基础上呢 他就说要对比研究啊 和拉克利特马克思理采东方哲学 有关时间流变和形成的形而上学 也就是说你建立形而上学的概念 要从什么 要从一种空间概念转向时间概念 转向时间概念 那么也就是说 时间和空间呢 他所建构了 是不同的这样一个哲学范式 我们讲这个你们讲的这个西方哲学 这个近代哲学定义这个 比方说那个笛卡尔 定义这个物质是什么 广延 是吧 物质是广延 广延是什么 它是一个空间概念 是吧 这是一个空间概念 广延讲的是一个空间 时空高啊 这是一个空间概念 所以他们对这个物质的定义啊 是一个广延 那么后面呢 就是说到现在 他认为啊 定义这个哲学 就是它整个哲学呢 是按照这个空间概念构造起来的 那么现代哲学它是什么 它应该按照时间概念 时间概念 而现在研究时间概念呢 它也不是以物质定义的 而是以语言定义的 所以现代哲学啊 这个从这个以前的 对一个实体性的研究 转向语言的研究 这是一个最基本 也就是说 它的思维工具啊 发生了一个变化 发生了一个变化 就从原来的 对实体的思考 转向了一种 对语言的这样一个思考 语言思考 在这里看呢 我们可以看到 就是说 12马克思哲学 我们说 为什么这个二世纪 和十九世纪不同啊 十九世纪 它是不讲这个 不是以这个语言啊 为这样一个 基本概念来构造的 而它呢 在这个思维工具上 发生了一个变化 对 对